拜登接受美国CNN电视台专访 答非所问 自相矛盾 毫无魄力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4年5月8日 当地时间下午7点 美国总统拜登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在威斯康辛州的专访 拜登给我的感觉状态非常的不好 心不在焉 答非所问 自相矛盾 给人一个感觉毫无魄力 这种专访意味着什么 对拜登政策的考验 对拜登回答问题的灵敏度和组织度 这一次考试 咱这么说 美国总统拜登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不及格 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他问的比较直接 但是他指定了一个政策的场景 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 他应该怎么办 有时候你需要破例 有时候你需要牺牲 这个东西好比什么呢 好比一个大考 在选举前六个月专门给拜登的机会 让他阐述自己的政策属于开卷考试 他自己都没搞明白 所以让我们进入正题来看一看拜登是怎么回答的 首先一个问题 有关美国的工作状况 主持人举了个例子 在十年前 当时富士康的老板说呢 在威斯康星创造一万三千个工作 但是呢 当他骗了美国政府的补贴之后 现在只创造了一千个工作 然后他反问拜登 说呢 你在当总统的时候 你曾经做出承诺 首先在威斯康星州 两千个工会级别的建筑工作 另外在美国全国 十万个跟人工智能有关的工作 现在进展如何 这个问题考验什么 考验拜登的执政能力和具体事物 在这些具体事物 他的魄力如何 当处理具体事件的时候 遇到困难 如何推进 而不是知难而退 主动放弃 也就是说 当他遇到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 骗了美国的补贴 但是没有创造出计划当中的工作 承诺当中的岗位 你应该怎么办 怎么针对富士康这样的行为 这是考题所体现的东西 但是拜登的回答是什么 拜登的回答到处都是 首先他说了 在他的任内 他重新创造了一千五百万个工作 然后特朗普呢 什么都没做 2020年疫情正厉害的时候 他让他的选民往这个血管里打什么漂白粉 然后呢 他根本不关心美国民众 拜登关心美国民众 然后呢 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 他会给富人减税 然后与美国工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关键点这是什么 这是很明显答非所问啊 主持人在问拜登 你要干什么 而不是你的政敌 特朗普要干什么 特朗普可以干ABCD 但这并不是拜登要干的东西 所以拜登根本就没明白这个问题 他到底问的是什么 然后呢 主持人有点不耐烦了 他问一个比较简单的话题 这很明显就是送分题了 说呢 你曾经承诺过 十万个工作岗位 跟人工智能有关 这些工作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然后拜登说了 说微软呢 跟他承诺过 在美国创造工作 然后呢 很多高科技的企业 也跟他承诺过 创造大量的有关人工智能的 然后他也说了 美国的高中 美国的这个社区学院 要培养大量有关人工智能的人才 这个问题 他回答这个道路是正确的 但是他没有细讲 他要干什么 他的整个的规划到底是什么 给人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他没有组织度和组织能力 也就是说他在领导力上 有些地方应该细 有些地方应该粗 他不知道轻重缓急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谈到了人工智能 主持人这么说的 巴菲特呢 曾经谈到过有关人工智能 他说呢 人工智能让他感到恐惧 但是呢 他对人工智能一窍不通 然后他问拜登 你对人工智能感到恐惧吗 这个问题是什么 人工智能是否让人恐惧 他体现在什么地方 这明显跟人工智能关系不大 而是一个战略问题 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如何平衡全球治理 跟美国国家战略他这两件事的 之间的关系 人工智能是否让你恐惧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艾森豪威尔时期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探索核力量 这个东西是同样的问题 当时呢 有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是奥本海默路线 适可而止 我们已经研究出了原子弹 原子弹往广岛和长崎拽了两颗 就造成了巨大的毁灭 我们现在呢 要重新考虑 这个东西该如何管控 我们以管控为主 研究为辅 另外一个人呢 是美国的清淡之父 爱德华泰勒 爱德华泰勒直接了大说 我们已经研究出了原子弹 前面有更多的路 需要我们探索 为什么要停下来 这个等于什么 继续探索 你要继续探索 适可而止 是两种不同的政策 和两种不同的国际关系 如果你想适可而止 你强调的是约束 这个约束需要什么 需要全球合作 更重要的是大国合作 在冷战的时候 在艾森豪威尔的时候 是美国跟苏联的合作 现在是谁 大家猜 那如果是继续探索呢 那需要一个东西 叫国家主导与产业政策 以及在国际上达成大国竞争 甚至冷战式的 你死我活的那种大国竞争 这件事 这两个方向 拜登该如何处理 当年艾森豪威尔是这样处理的 他的方法叫外儒内法 对内他要继续探索 用国家的钱往前走 但是对外他要宣传这件事 这个东西需要控制 核武器需要限制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发展我自己的 但是我限制 我一定要限制别人的 如果别人相信 他就自我约束 如果我发展到一定程度 我可以有自己的力量 强迫他人自我约束 这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 关系的这种体现 这样的问题去考拜登 拜登是怎么回答的 拜登的回答自相矛盾 拜登的回答毫无魄力 给人一个软绵绵的感觉 他说他跟欧洲的领导人聊了这个话题 有些领导人说这个东西很可怕 有些人说这个东西很有用 如果我们可以有效的管控 那要提升我们的生产力 所以现在他正在跟这些人谈 如何进展人工智能方面的治理 咱这么说不够有魄力 如果有魄力的话 那就应该仿效艾森豪威尔 选择一条道路 然后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比这种莫灵两可的要好很多 从这个角度上 对于美国选民来说 看到这样一个拜登 那肯定是差强人意的 第三个问题呢 谈到了美国的经济 主持人说 现在美国的选民在经济问题上 他更相信特朗普 而不是相信拜登 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出现了住房危机 房屋价格太贵了 年轻人买不起 没有办法买大价 第二 现在美国虽然 他的收入提高了 但是通货膨胀已经抵消了 这个收入的提高 使得美国普通人可支配收入正在下降 第三美国的经济 尤其是第一季度的经济 差强人意 根本是低于预期的 美国现在的经济很有可能陷入智障 第四个 美国的消费者的这种信心正在下降 是两年内最低 如果呢 把这些东西综合一下 用春秋笔法 用那些小爽文 放到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 给人的感觉就是美国完蛋了 对于拜登来说 主持人问道 现在你距离大选已经有六个月时间了 这些东西你怎么解决 你的时间没有了 拜登怎么说 拜登说 你的调查结果是有问题的 我不相信 这就是拜登的回答 这种回答给我一个感觉 难以服众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特朗普在2020年选举之后 不承认选举结果 认为选举被人操纵 拜登今天的回答 对于美国经济的调查 他认为这个经济的调查是有问题的 与特朗普2020年针对那场大选的 这种说法是如出一辙的 而且这里边我们要知道 经济它体现的是什么 体现的是民生 体现的是美国普通人 对现在的这种生活的感觉 当人们吃不饱饭的时候 没人在乎选举结果 这是不争的事实 拜登的回答 肯定不能让美国的普通民众 再次相信他了 而且拜登还说 现在美国的股市非常的高 现在美国的产值全球第一 而且拉开了与第二名的距离 美国现在有全球最大的经济 但是主持人一点说什么 说现在美国人连食品都买不起了 谁还去关心这个问题 很显然拜登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他应该怎么说 他应该承认现在经济一大堆问题 但是在他的任期当中 他做了什么 比如说疫情期间 给美国的低收入家庭进行了儿童特困补助 以及在医疗方面试图降低医疗药品的价格 然后呢 他的政策 比如说芯片与科学法案 比如说无尽边疆法案 比如说削减通胀法案 比如说基建法案 这些法案的通过 都使美国普通人生活改善 和有更多的机会等待着他们 在共和党这两年的国会当中 一个议案都没有通过 这说明什么 民主党执政时期 如果民主党控制两院 对于美国普通人 对于美国的普通民众是好的 对他们是有益的 而共和党控制的议会 什么都通过不了 说明什么 说明他只知道玩弄政治 这个问题应该这么回答 但是拜登怎么回答 拜登首先就不承认 这个调查结果 可见他现在根本就没明白 事情已经正在变化 而他还在无动于衷 第四个问题 他强调了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场冲突 以色列马上要进攻拉法了 但是拜登呢 停止了提供精确制导炸弹 然后主持人问他 这个问题是否合理 另外加上美国现在大学生的抗议活动 以及对拜登的指责 这个事拜登怎么看 第三个问题 巴勒斯坦儿童的这些照片都流落了出来 拜登对这些事情该怎么评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你作为总统在外交上 有时候是需要做必要的牺牲的 为什么在外交上强调的一个东西叫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背后是没有道义的 关键点是什么 你怎么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盟友之间的关系 对于拜登来说 如果他想要的是选举结果 再次连任 那么在巴以问题上 他要知道自己要牺牲谁 如果他要的是美国未来的发展 美国未来在世界当中的位置 他知道这时候要牺牲谁 这个东西是你作为一个总统 你需要有魄力 但是拜登给人一个感觉是什么 大的环境 他自己没有指挥 反而在细节上不该进行微操的地方 进行广泛的微操 一个细节他都管 比如说什么样的炸弹可以运进以色列 有人问 就是说拜登停掉了以色列的精确制导炸弹 能不能改善问题 我的回答是肯定改善不了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精确制导炸弹没有了以色列用什么 不精确制导炸弹 不精确制导炸弹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好好想去 所以这个问题拜登应该怎么回答 拜登应该回答他自己有自己的方向 自己有自己的框架 他自己的框架是什么 让底下人去做就行了 但是很可惜 拜登底下的人都些什么玩意儿 像布林肯这样的 一点建树都没有 像沙利文这样的 太年轻没有经验 像其他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酒囊饭袋 你说拜登不注重细节 他能行吗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现状啊 但是拜登这种回答给人的感觉是什么 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 还是注重细节 还是注重自己的选票 然后来回摇摆 没有任何立场 当你没有任何立场的时候 你就被千夫所指 到最后你什么都不是 你一事无成 这就是拜登给人的感觉 这几个问题下来之后 拜登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我的标题 答非所问 自相矛盾毫无魄力 我把整个的这个专访 放在我的链接底下 让大家自行评判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